土雅这么多年啊 我们熟悉的歌很多啊 我们之前编导大概有个统计啊 说您这个 大概到目前为止 都有四百首歌了 我还没完全统计 我发现几百首是有了 反正是 这其中能不能挑出四首 你最喜欢的 你觉得最满意的 套马杆肯定是一首 对对对 站在草原望北京 站在草原望北京 对对对 点断新时代 点断新时代 我的蒙古马 我的蒙古马 土雅姐的演唱会特别多 是吗 她的演唱会经常都是以 这个花开这两个字 为前缀 然后命名自己的演唱会 这为什么起都叫 什么什么花开呢 我母亲有个特别好的爱好 她喜欢画花 她画的是国画 这是牡丹花 牡丹花 我觉得这专场当中 体现出母亲的这种元素 既是母亲对你的培养 又是对母亲这种爱 那土雅这个专场 平时母亲都会去看吗 其实她们也是在现场 但是有时候是不敢看你的 她怕你紧张 怕你怎么怎么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 经常有的时候会学校去演讲 比赛的时候 我爸爸就偷偷地在那门缝去看 你知道 她也不坐到现场 就怕打扰你 她怕打扰到我们 所以她只在盼在门缝 看到自己的女儿 在哗哗唧 她觉得很自豪 然后等到你回家的时候 她再说我看了 我怎么给你提建议什么的 我发现丑雅姐 每一次演出 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她的服装都非常有特点 非常好看 你看她这个头饰 这个服装上面就像花一样 对 然后这个的头 这个应该是传统的 那个蒙古族服饰的 对 还有一张 这个太近包了 这个是去年的吧 一个比较时尚的感觉 这些服装服饰 基本上是我演唱会用的一些服装 这还有一根花木兰一样的 这个 这一张蒙古马 你看那个 永远的气势 蒙古马 您这衣服都沉吗 我看这头饰都不轻 还好 习惯了 小的时候爱唱什么歌 听多的 可能还是德老师 关不足老师的作品多一点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飞机 只是绿皮车 你知道 草原绿皮烈 那个绿皮烈车一上去 美丽的草原 我的家 然后就草原夜色美什么什么 真像图了这个刚刚说到 我们经常在电视里看到的好的歌 其实好像我们印象当中 蒙古族好像喝酒敬酒的时候 也会有独特的这种歌声 是吧 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有一句话说 歌声不断酒不停 都要提一下 我们天津小王子 来到我们的内蒙古大草原 我们作为东道主 表示欢迎 先干这杯酒 因为先干为敬 不行 这歌里不断 这酒不能断吗 听我们唱 图哈姐我们酒歌唱一个 举起金杯 把美酒沉满 塞多的外动塞的朋友们 玩具一趟 共同干一杯 塞多的外动塞 酒喝就好多酒 真的 但我估计我真要去了 我都听不到后边副歌部分 直接就躺下了 酒喝干再真满 不醉不归 别浪费了 我喝不了这么多 我还是拍 喜欢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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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